这边呢,得到的呢,都是上一个时钟取得的值,而不是现时刻取来的值,明白了吧? 而如果普通等号呢,一句,否则一句是一句挨着一句走下来的,虽然没有言之,虽然看上去是在零难嘛,但是上一个,抬在上面的值,就把下面的值给冲掉了。 所以,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。 所以呢,用普通的等号呢,就是主筛否则呢,只能模拟,仿真,那个组合逻辑的功能,因为组合逻辑有前后嘛,这两个语气来有给他,这两个给他,这两个给他,这两个给他,这他就先后了。 而时续逻辑都是处罚性,啪一否则,始终也一到,都否则了。 那时终也都是同时发生的。 为什么时终也都是同时发生的,不能用义务呢? 因为我们用自动化设计工具,我们规定了,所有的始终也必须同时到达。 我们做集中电路也好,做FPA也好,它里面的逻辑已经给你做好了,全球时终都给你做好了。 每一个处罚器的始终都是同时刻到达的。明白这个是吧? 它通过工艺保证了这一点,然后这样的话呢,使得陷入了冒险竞争可以有办法避免。 如果时终也因为延迟,有时候先到,有时候晚到,那个电路是很不好设计。 而且这个电路将来移植性都会有问题。 什么时候把它放进去? 这是打个比方。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? 每个处罚器都要弄一个东西呢? 都要用同一的始终也来弄呢? 假如说,我们火车有很多道叉,需要开关。 我们火车在开的时候,司机都是看标,标准之间。 然后我们经过不同的城市,不同的区域,都是它自己的始终。 那火车怎么开啊? 半道叉也按照各自的班。 火车就是,对吧? 那很容易创了。 这五道火车,比如说应该是三点半, 有一个火车通过,三点半,零分零秒,零时刻,对不对? 那么它还差一分的时候,它就把这些东西放下来了,对不对? 然后啪,火车就开过去。 哎,没事。 如果火车司机的表和半道叉的表不一样, 那么要合伙了吧? 唱吧? 对不对? 等到火车已经来了,你再放下来,来不及了。 那么还有俩老头在车道上等着呢? 还有那么一辆三轮车,上面还有好多新疆人的那个枣高放在上面呢? 推也推不动,什么的? 笨蛋就创翻了,那你就死人了,不会的? 就出事了。 所以这个死忠言就是干这个用的,就是大家对时间的,同理的时间。 好。 大家继续讲下去呢,就是非主谁辅策语句,就是这种写法的。 但快乐的辅策语句是同时辅策的。 B的则被辅策成新值A的操作,是用快乐其他语句同时完成。 所以上面有一句话,B的是被A辅策语句, 底下一句话,它也是B已经去负别人。 那个B是上一次的B,不是刚辅策的B,明白吗? 所以建议在可综合风格中的我使用非辅策语句。 主神辅策语句呢,完成该辅策语句以后才能做下一句。 下一条语句。 所以上面那条语句的结果,可以在下面那条语句里用。 而非辅策语句,上面的结果不能在下面用。 上一次的可以在自己使用,这一次的不能用。 是这个意思。 那么电路硬件中没有对应呢? 组合了就是可以用这组织的。 非组织的辅策是没有,所以这个话也写得不太对。 就是电路,持续电路中硬件没有对应的电路。 这是对的。 持续电路当中没有,原来以后都是一起辅策的,不能有先后。 因为综合的结果是不知道的。 持续电路中,组合电路中有对应的电路。 持续电路中硬件没有对应的。 因为组合的结果是不知道的。 所以我把阻塞和非阻塞斧则花了那么大的时间,一个钟头, 我来讲明白。 那么大家呢,如果明白了百分之八十就可以了。 那么通过练习呢,再明白最后的百分之二十。 对不对吧? 现在可能表面上大家都知道了。 如果我在阻塞道题考大家,可能大家就一定要考错了。 对吧? 有可能考错了。 当然也有人就不用考错了。 因为这个理解是需要时间的。 需要什么样的时间呢? 需要做东西以后来体会的。 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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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